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国良跟民政处长张渊祥召开记者会说明 除了警方按照时程逐步更新监视器之外 市政府也规划出一个紧急补助方案 将紧速协助李林来改善监视器的问题 针对日前安乐区发生的女子被骚扰 并被打伤的治安事件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透过内部不断的开会凝聚共事 目前已经规划出一个可行性的措施 来加强改善治安死角的问题 所以我一直苦想了大概一个礼拜以后 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目前的一个李林的社区监视系统 及夜间感应照明设备的一个补助案 我们从今天开始 早上我邀了七区大部分的区长 跟民政系统来一起开会 那早上 冤祥处长因为在被选 所以他早就知道我们这几天都在跟警察局紧密的讨论这个案子 我们宣布 我们在李林的建设经费 以及一小部分预备金的部分 我们目前拟定了初步 一千两百万的补助计划 直接补助给李林长来申请作为社区监视系统的使用 但我们也不希望是李长一个人就决定要放置在哪里 所以这一阵子民政系统包括区长 包括李干事会辅导各里召开李林长会议 希望再有共识的一个前提 把社区应该要有的一些需要设置监视器的地点 把它提出来 所以这个心情反映到现在 特别到前几天这个女孩子被强迫的这样的行为 我们认为在基隆市应该创造更为治安良好 然后家园干净的城市 民政系统能够再一次的在疫情之后动起来 让我们的区里林透过会议做成决议 来一起做这个治标的动作 帮助我们基隆市在这段时间 警察局尚未建置好完善的监视系统之前 共同来努力 我们能够挤出来第一阶段 可是就是看这个每一个镜头的单价 因为这个警方的那种 他们是拥有辨识车牌的功能 等等一些细部的一些 更多AI跟人工智慧的功能 我们这个就是个镜头 但是它其实相对的对于摄像的功能 它基本上是拥有的 甚至拥有也有一些也代表了一些 它的一些声音上面的一些录音的功能 所以它还是有功能 只是它功能不如警方在建置这治安级的来得好 但是它现阶段是我们能够现在提出相对之下比较好的方案 因为就像我讲的警方的建置要长达五年 而且还是在近月开始 四月份开始才开始建置它112年的一个设备 大家都可以看到要建置到115年 基隆市长谢国良强调 他相当重视这个治安事件 希望用最积极的态度来进行改善 加强驱离项弄的监视器 减少治安死角 快速打击犯罪 让基隆市民安居乐业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国民党基隆市党内立委初选结果出炉 前基隆市议会副议长 现任市议员林佩祥 击败六年任的市议员何淑平胜出 不过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不知道什么原因 没有公布民调数据 也没有召开记者会说明 只有发布一则简单的新闻稿 国民党基隆市党内立委初选结果出炉 前基隆市议会副议长 现任市议员林佩祥 击败六年任的市议员何淑平胜出 不过因为国民党基隆市党部 不知道什么原因 并没有公布民调数据 也没有召开记者会 只有发布一则简单的新闻稿 将由林佩祥代表国民党 争取2024立法委员 迎战民进党现任市议员张炳君 以及其他政党参选人 对此林佩祥强调将会全力以赴 赢得立委胜选 佩祥现在的心情 就跟当初刚刚当上副议长的心情一样 诚惶诚恐 然后一定尽全力以赴 贝祥这次参选立法委员初选 那现在获得提名权之后 准备参选明年1月份的立法委员大选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倾听我们全基隆市市民的声音 然后把基隆市市民的声音带进国会 带进中央政府 基隆过去不是没有立委 但是基隆过去八年的立委 没有好好的帮我们把基隆人的声音带进中央政府 代表我们基隆人的心声 贝祥会尽全力走访基层 请听我们所有人人民的声音 然后在交通产业跟国际观上面 帮基隆加分 让基隆变得更好 这场立法委员的选举 选的不是过去 你的作为 而是未来 你要做什么 过去贝祥很努力的 在四年的议员任内 推动了两条跳蛙公车 安乐暖暖 就是希望让我们的通勤族好朋友 能够比较轻松的早点回家 早点回准时上班 那在未来 贝祥也会尽努力 继续在议员的身份上面 发光发热之外 也会在国会 想办法帮我们基隆的通勤族 让他们早一点回家 早15分钟回家 至于对手 贝祥不予置评 包括市议员韩世玉等 多位党籍议员 也在市议会开议时 当面攻克林贝祥 也为他继续加油打气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已经进入夏天 为了因应接下来的台风季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反映地方民意 争取市政府都发处公园管理科 5月15号开始 为六堵科技园区诊断工建路两旁的 230棵行道树 适度修剪 为期14天左右 也提醒临停道路两旁的车辆特别注意 适时挪车或是留电话 方便联络 施工人员开始用各种器具修剪 树干枝叶 已经进入夏天 为了因应接下来的台风季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反映地方民意 争取市政府都发处公园管理科 5月15号开始 为期14天左右 为六堵科技园区诊断工建路两旁 大约230棵行道树 适度修剪 那因为就是因为台风季节即将来到 那因为这边的民众反映说 因为这边是工业区 那这边的电感又非常的多 那因为这个路树这个主体 主要这个整个分支非常的茂密 已经严重到这个 已经影响到这个用路人的一个安全 包括这个整个树干有点过高 它就是会整个在那个电缆 电缆上面都会接触到 所以担心会有危险 所以我们特别请工业科 要针对这230棵的这个 整个这树木要做整个大修剪 那就是主要是用路人的安全 还有这边住户的安全 行道处已经妨碍到 我们的路灯光线 造成整条马路灰暗 如果可以这样修剪好的话 让整条路都明亮起来 非常对我们这边旅民很有帮助 也是我们旅民很多在反应 所以这个是对地方整个环境看起来 会很明亮 主管单位市政府都发出公园管理科 也提醒林亭在道路两旁的车辆特别注意 适时挪开车辆或是留电话方便联络 避免车子遭受损坏 对原则我们从5月15号开始 我们至少要14天左右的时间 那我们在这边周遭两侧的那个临停的车辆 希望就是说尽量在早上8点到下午4点半之间 我们在这边执行 那请不要再停在这个附近 那如果真的有需要临停的话 务必请留下电话 那我们好通知移车 然后避免说我们在执行公务的时候 造成你们的车损 由于树叶枝干茂密 许多都和电线路灯穿梭在一起 因此施工人员修剪起来也是战战兢兢 同样的修剪速度也就不会太快 预估大约两个礼拜左右才能全部完成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政府在东岸游客中心举办甲板派对试集 业者透过AR技术 一大群的金沙在天空翱翔 游客不只可以看海景 还有可爱的鱼群陪自己逛市集 还能跟金沙合照 三天以来吸引超过两万人前来拍照体验 手机里一群又一群可爱的金沙 游来游去 好酷的科技 比真喔 真的有耶 好大喔 拉近一看 可爱的金沙 这一下子飞在空中 也有其他鱼类跟着镜头移动 我是第一次参与这种是这种数位的体验 那我刚刚有先帮一对夫妻照相 我觉得怎么天空有这么多海豚跟鱼 在游来游去跟我们基隆的这种海景 影响非常的搭配 看到那个就是透过AR可以看到金沙 对还有看到很多鱼 对配合着海岸 那主要的话就是也是希望说 民众除了来这边看风景之外 然后可以多增加一些就是来这边的体验 我我爱我只有你 懂得我就想被困住的 基隆市政府产发处 在东岸旅客中心点楼空中花园 举办甲板派对市集 业者利用AR技术 扫描一下条码完成下载注册 三秒内追杀成功 民众免下海在海景第一排 就能够和金沙美美的拍照 我们这次的主题叫做与金沙共游 那为什么我们会选金沙呢 事实上其实金沙是在海洋里面 一个很温寻的动物 那它体积非常的庞大 那基隆又是这样的一个海港城市 所以我们除了金沙之外 我们把很多的一些就是鱼群的元素 也把它融进在内 我们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空中海洋 Sky Ocean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让我们的市民来到这边 可以体验一下不一样的基隆事 厂发处协助金沙青年创业 从4月起到6月 每个月第三周 星期五六日 在东岸旅客中心空中花园 举办甲板派对 首次运用AR科技 让民众互动体验 三天以来吸引超过2万人来朝圣 厂发处办这个活动 主要是希望可以让我们市集 都有一些自己的主题 包含海洋 咖啡馆 然后还有包含像酒吧的部分 那就是希望说可以让市集常态化之后 让不管是基隆市的民众 还有像外线市的民众 甚至大家国际邮轮来的民众 都可以知道说 可能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 或是第四个礼拜 我们在这边都有固定的市集在这里 让大家知道说 原来基隆有一个甲板派对 让它变成常态化的活动 那其实我们这次也有运用新的科技 AR的科技 然后把这个海洋的元素也加入在里面 所以只要来这边 透过AR的话 其实可以让金沙 可以出现在你的手机 或是出现在你的照片里面 让你可以带一个美好的回忆 回去做留念 想一睹金沙在空中要翔 到六月前都还有机会 现场设置简单市集 让大家有吃有玩 飞天金沙融合了海景美景 不管大朋友还是小朋友 都玩得好开心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在基隆港东岸旅客中心的业者 透过AR技术 让民众可以体验一大群的金沙 在天空翱翔 这个景点也成为旅游界 关注的新焦点 画面上背景是美丽的基隆港 透过AR科技的协助 可以在手机上看到一大群的金沙 在天空游来游去 让游客不只能欣赏海景 还能和金沙拍到美照 开放以来吸引许多民众前来拍照体验 游客都说真的很酷 而对于这个基隆港东岸的新景点 也成功引起旅游业者的关注 因为别克花园 它有推广了一个 拥理实境的AR 就是做金沙的一些动态的一个QR Code的设计 结果一次就非常多旅客 他就来问我们说 这个在哪里 能不能告诉我 那我怎么去 什么时候有 这个就引起一个很大的回响 应该是说结合 这个虚拟实境的这种动态 其实我觉得会让基隆的海观跟山景的特色 会更有一个具体化的效果 因为大家很喜欢拍有音乐有动态 甚至他看到鱼 突然就会觉得重新都散发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效果是非常棒 尤其对基隆来说 大大去增加这样子的结合是非常好的 这个透过高科技AR扩增实境 结合智慧手机的新旅游模式 重新给游客来造访基隆的一个理由 因此到基隆港 除了可以看到大游轮 还有这个飞天金沙在港区漫游 迎接夏日旅游旺季 在基隆的五星级饭店也推出优惠住房 欢迎民众来到基隆 身为台湾的后花园 其实基隆有山有水 其实只要不到40分钟的路程 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美景 很天然的美景 那其实像饭店在五六月就有做一个住房的推广 有一个优惠加码 就是住宿的旅客呢 只要是用饭店定饭店的专案 不是透过OTA这一些的 那我们就会赠送海科馆主题馆的门票 那让爸爸妈妈小朋友他们不只是到基隆来吃美食啊 比如说吉菇拉蛋厂 他还可以到周边的河平岛海科馆去逛 就是可以享受更多的悠闲时光 也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据了解在这个基隆港东岸旅客中心的空中花园 假日有音乐表演 5月26号到5月28号有一个咖啡市集 欢迎民众一起来逛市集 体验AR技术 跟飞天金沙一起来拍照打卡 留下美好的旅游回忆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音乐表演 字幕志愿者 陈淑平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 忙碌的生活中 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以留给自己 又有多少时间可以留给我们家人 时间就该留给我们珍惜的人 现在缴纳房屋税非常快速 只要扫描 缴款输上QR Code就能完成 还有多元缴纳管道 可以自由选择 让我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112年房屋税开增 智慧缴纳有够孙啊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有丰富场馆资源 兼具人文及自然风景 想透过您不同的视角 表现出来 海科馆邀请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透过手机镜头 分享你的创作 释放心中独特的创意与想象力 还在等什么 快来参加 基隆祠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疑似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大家好 刚刚有看到小爱爸爸 过路口的样子吗 我的过路口的方式是不对的哦 不要学我的样子 过路口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滑手机 因为我们基隆现在推动 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车 汽车 但是行人也有责任哦 行人的责任就是 尽快地通过路口 效率 安全 然后呢 要跟我们礼让的车辆 要表示感谢 我们的友善行人 在基隆继续推行 友爱城市 也感谢我们的车辆 更感谢我们的行人 在通行的时候呢 快速 然后有效 又要谨慎 谢谢大家的配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Ai正全面改变职场工作 学习和创作方式 由白丝带关怀协会 和政大数位传播文化行动实验室 主办的2023数位创世纪学术研讨会 继媒体天空论坛 5月12号以及13号两天 集结将近20位 AI 以及元宇宙领域产学专家 共同探讨AI时代来临 将面对的创新和挑战 这次学术论坛 由政治大学和白丝带关怀协会所主办 以元宇宙和AI为探讨主轴 再细分为科技创新 体验创新 影音创新 乐听创新 和讯息创新等5大主题 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黄维维博士发表了 台湾社群平台 从事图文合理使用论文 以民音梗图在社群平台上的使用为例 探讨是否触犯著作权法 黄维维表示 日前有三个使用梗图的法院判决案例 但结果却有所不同 因此提出论文探讨 希望社会大众能关心这项议题 正纳跟白色带关怀协会 今年办的2023年 数位创世纪学术实物研讨会 我们今天的主题 主要都环绕在元宇宙 为期两天 第二天是AI 那刚刚我们下午的这一场 主要谈到的就是 元宇宙跟影音创新 有哪一些新的趋势 当然有哪一些的反思 那刚刚我个人发表的部分 是谈到目前元宇宙在民音梗图 特别在社群平台上面的一些图文使用 有没有涉及触犯到 著作权法当中的合理使用 因为著作权法里面有著作人格权 也有著作财产权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跟中佳 有一起合作一个元宇宙的 民音梗图的媒体试读的一个增见 我们就发现说 怎么同样的作品 一样的两张图 可是那上面写的文字的梗是不一样 那然后那个图其实都是从网路来的 因此我们就开始想说 我就在想 因为合理使用 怎么会用成这样呢 那当然我们就去看了一些 网路上法院的案例 就发现说 有三个相关梗图的案例 发生在不同县市 一个是发生在高中生 就是开玩笑 在学校社群平台 谈到说学校要提前 要延后开学 那另外两个是讲到有关于公部门要发奖金 都是用梗图的方式 结果这两个不同县市的判例 却是不同的结果 高中生的那个部分说他是涉及假讯息 所以被判他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可是在另外这两个开玩笑说公部门要发奖金 因为这当中的当事人他的一个诉求是说 他的重点是要大家来看他的梗图 然后所以他用一些比较耸动的标题要引起一般网友 阅听人的注意 所以就没有成立 不认为他处罚 那因此我们就是在想说 合理使用到底在明影梗图上面 他到底看的是一个所谓内容的梗 还是也兼顾到图片或照片或影音的一个原版的这个著作权 那这是这篇论文主要想要关心的 那也希望说我们在未来 现在每年我们都有在办元宇宙的明影梗图的媒体试读比赛 针戒 那我们也希望说不认识社会组 或者是一些校园学生在做这样的一个反思的时候 尽量可以用自己原创的照片或是图片来呈现这当中的明影梗图 今天很荣幸担任评论人 正好我就是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就是健康传播怎么样来应用元宇宙 对元宇宙 所以就是其实健康传播很多议题是很重要 但是有比较偏严肃像长照啊 家里老人家失智症或者是口腔保健啊 那这些本来是很硬的议题 但是现在可以靠感人的故事像急诊室啊 急诊室有人车祸 大家慌慌张张要抢抢位置会甚至有黑道开枪 就有些这些就是真是很严肃 让人家觉得很紧张很感叹的事件 但是现在你透过故事讲真实故事改编 或者是网红那些像白痴公主无厘头 但是就是让观众可以很轻松 很轻松的去了解各式各样像长照 或者你病人自主选择生跟死 怎么样的医疗这些很严肃的课题话题 那就甚至他们那如果是搞笑型的 是用轻松幽默的方式 知识型网红他就帮你整理成懒人包 那你加上就是元宇宙的话 他可以线上跟线下 虚拟跟实体跟线上活动结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所以就是现在很多实际案例 不管是电视或是Netflix 短影音创作都可以结合元宇宙 虽然有人觉得这个词好像不是最新 但是其实比较完整 它其实就是mixed reality 混合实境 就是不管是虚拟实境 扩真实境 现实 线上 它其实就混在一起 就是不管是讲元宇宙 或者我们讲chat GPT 它其实只是把影音各种 影像声音 它只是把各种的人工智能的模式 它是整合在一起 白师代官怀学会表示 为期两天的论坛以元宇宙 AI传播地景为主题 邀请学界企业和媒体代表与会 拆解未来趋势 并从媒体和儿少教育议题切入 探讨AI及元宇宙时代下的机会与挑战 记者陈伟少 新北报导 感谢您收看众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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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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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脈動 歡迎鎖定美洲山晚上9點 基隆第四頻道 關心吃鎮 奏回來 大家好 剛剛有看到小愛爸爸 過路口的樣子嗎 我的過路口的方式是不對的 不要學我的樣子 過路口的時候呢 我們不要滑手機 因為我們基隆現在推動 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車 汽車 會禮讓行人 但是行人也有責任喔 行人的責任就是 盡快的通過路口 效率 安全 然後呢 要跟我們禮讓的車輛要表示感謝 我們的友善行人在基隆 繼續推行有愛城市 也感謝我們的車輛 更感謝我們的行人 在通行的時候呢 快速 然後有效 又要謹慎 謝謝大家的配合 眼界一定為真嗎 我們換個角度來瞧瞧 所以記住眼界不一定為真 科技進步人人都可以是記者是編輯 有字有圖有標題 越聳動讓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無聊來玩玩而已 另外還有照片合成技術造假就更容易 還有現在很夯的AI技術可以移化節目 不是他說的都會變成他說的 那該怎麼辦教你簡單小貼物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這會不會是假的 二養成查證訊息的習慣看看新聞來源作者還有日期更要通過各種管道來查證 破解假訊息行動似不一樣 不要只看標題不要分享不要按讚不要驚慌 要查證要查證要查證 中家其盤關心您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絕他了 從那天開始 他每天出現在我附近 還會發很多奇怪的訊息 怎麼辦 別擔心 從民國111年6月1日起 此類跟蹤騷擾行為都屬於犯罪行為 被害人可提出告訴 警方也會對加害人開出書面告誡 兩年內再有跟蹤騷擾行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請保護令 違反保護令者可處三年有期徒刑 攜帶凶器者最高可處五年有期徒刑 追求新疑對象 請尊重他人意願 杜絕跟蹤騷擾行為 請打110報案 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 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 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避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 他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 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他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他不追究 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 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 還是有任何人會認識,歐中家集團 在一起的採訪,歐中家集團 而是有任何人會認識 歐中心情報道歐中心 感谢观看